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胡福骑士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45集 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更新玩具的开箱 我最近确实遭遇到一些事情 这已经先前已经跟大家提过 那慢慢的话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有些事情的话会慢慢跟各位来说明 那主要为什么不想一开始说清楚 是因为我觉得变数太多 而且我不是很确定 后续会怎么处理 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呢 就一边 其实就这么说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开始聊这个事情 我就在做玩具开箱的时候呢 就一边聊一边说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无外乎两个事情啊 一个是换了工作 我现在自己出来创业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感情方面出事情啊 可能有人要说了啊 你不是离婚都两年了吗 离婚是离婚 但这段期间 前一阵子的话呢 有一段新的恋情发生啊 然后 现在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 有一些事情太复杂了啊 就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不想说是因为 嗯 就是说 有些事情还没有办法成 有些事情还在延续当中啊 或许两个人的关系结束 但是因为后续还有一些东西要慢慢处理啊 所以我不想讲的太 这么快的下一个定论啊 自己吃自己的设定啊 自己吃书吃设定啊 就是有点有点不是很好 我想说等事情整个结束了 再跟大家来聊一下 那其实事情都不大啊 特别是我所谓自己创业这个事情啊 我目前没有 目前我没有金钱上面的困难的 目前并没有啊 至少没有明显的资金上的出现困难了 那只是单纯有一些原本预计的规划呢 因为因为种种原因呢 就暂时没有办法执行 那有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 其实我都有找他们聊过了啊 那这段时间的话呢 也确实感谢一些朋友 非常热心的呢 可能有七八位吧 就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的话呢 我就找不同的人请诉啊 我自己虽然也什么 做过什么感情相残 其实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也是很不容易 确实非常痛苦啊 尤其是从多重打击一起来 那我自己后来也明白到 我大概慢慢慢慢慢慢 我大概知道说 其实我的状况其实都不糟 但是为什么这么 这么走不出来呢 我想也无怪乎是在于呢 我没有能够活在当下啊 那这是我最近得到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启发 那我今天干脆讲一讲算了 可能我会更好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啊 这有一些状况其实没那么糟 但是我自己把它想得很糟糕 那由于我过去这几年以来呢 忙于各种工作 还有副业的这个冲刺啊 还有这个种种啊 那可能我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冲得太快啊 那也想得多啊 也做得多啊 也做得快 那所以思考有时候跳得非常的快啊 那这个呢 有好有坏啊 那可能在士气高涨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一个好战士 但是呢 一旦是陷入一个困境中的时候呢 想象力太丰富就变成怎么样啊 就是风声克力草木皆兵嘛 所以有时候啊 人也是不要太精灵啊 太精灵的话 有时候就自己把自己给困在一个死户筒里头啊 到目前为止 节目已经过了四分多钟啊 我都在讲这些屁话啊 那我难得今天终于可以坐下来给大家聊聊天啊 就就委屈大家听我讲这一些了啊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它是一个呃 这个这个级别 大概就是以前的一个比迪拉斯等下的低一点啊 然后因为这个盒子没有盒子啊 这是好朋友中方音乐兄呢 提供给我们节目自呃 拍节目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包装盒了啊 那他的话呢是犀牛吧 然后有一个外露的机械部位 那香槟银的涂装 脚也是有一个涂装的 那这里的这个细节 我觉得做的还算可以啊 以他这么小的尺寸 但是这个价格 如果你没有打折的话 买起来还是有点贵的啊 看得出来是机械又是生物的一个组合了啊 那比较可惜的还是这个涂装啊 这个没有一致啊 这个是 如果你整个是涂银期 或者是在上个期会好很多 啊那讲到这个啊 我我我分享一个东西好了 这个 哎呦我好久没有录这么这么这么 easy 的节目啊 这个是一个金刚王的先天给大家分享过 那这个已经涂装过了啊 整个质感可以说是好上非常的多 那这个也是我去啊 前一阵子我去台北啊 找一个朋友聊聊天啊 就请他帮我解忧一下啊 那个朋友送给我的啊 除了听我聊天解忧之外呢 还送了一个自己涂装的玩具给我啊 所以 呃真的很高兴我能够做变形金刚的开箱节目啊 就遇到很多的贵人 那这个变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腿从这个地方挑出来 这里一样挑出来 两个腿都挑出来之后啊 这个动物的后腿推进去后面 动物的腿推到后面去 然后这个地方啊 把它组合上去 脚放出来之后啊 后面这里把它给扣上 扣上 然后腿这样翻下来就行了 腿的变形已经完成了啊 手的话呢 就这个武器翻出去啊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犀牛的这个加特林吧 然后另外一边则是一个拳头啊 难得有拳头 这还可以转啊 良心啊 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个背包啊 这个头啊就直接的往后面双动转点推下去之后啊 这两侧 都有这个组合的卡扣把它扣进去 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犀牛的变形过程啊 那细节的话呢啊 就也对比一下吧 其实是细节也不算差啊 这个涂装过了 这个当然不能这样比啊 其实这两个应该是这两个级别啊 这两个要放在一起比啊 然后涂装的话就胸口有这个金色的点缀 但是相信之下还是潦草了点 细节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种玩具就是本身就是非常低零化了啊 那站立性其实可能有一些小问题啊 后面这个空洞有点大 就站立性来讲的话还是需要放稳一点 才能够站得比较稳 那我本来以为它会不会有什么联动的机关啊 其实没有啊 你只能完全去靠手臂去做一个转动而已 头部也不能够转动啊 比较比较可惜一点 那也也也也也不知道说 它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的玩具了啊 但是人形跟兽形的话吧啊 兽形比较好看 人形可能后面空洞一点 但是如果你单纯只放在只放在这个桌上的话 其实看上去也是还可以的啊 那就今天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啊 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问说我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想说啊 都说我节目也都怎么怎么怎么更新的速度变得很慢啊 其实我这么说吧照理说啊 6月7号台湾好像是6月7号呢 变形金刚的第七集就会上映啊 理论上这个时候我应该是要很高兴的 但是呢我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啊 确实这一次事情对我的冲击真的是 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象力太丰富 我太我把事情都想得很糟糕 那我现在对啊没没错 我知道是我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糟糕 但是这他确实就是就是我的个性使然吧 让我有一些创伤 我现在依然没有办法把它复原起来啊 那唯一的好处就是最近大概体重掉了4公斤啊 现在这是唯一可以行为的啊 那就给各位一个没有用的小知识吧 就是说就是以前啊 我们都觉得这种所谓的感情受伤啊 这种事情是年轻人的专利 其实中年人也一样会有的 甚至老年也会有啊 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是不是有一些老太太老先生 如果说另一半的老先生突然先走了 或老太太突然先走了啊 这个留下的那个老人呢 就可能就崩溃了啊 就是有时候啊 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呢 有时候依附的情感是整个是压上去的 那一下子就突然没有的话 其实是也是会非常痛苦的啊 那至于我这个奇幻之旅是怎么回事啊 就等我事情真的是可以告一个多 等我可以挥别这个故事的时候啊 就像我之前 对不对 我之前我第二次离婚嘛 我也是如果不是有人拿出来吵 其实我都还不想拿出来讲啊 因为我觉得就有些当然那件事情已经落幕了 要说也是可以说 只是我觉得就不要占用大家时间 而且它已经没有影响我生活 我们就继续这样乱就好 但是我这一次就是比较难走出来啊 因为它还影响到我一些工作 事业方面的事情 是同时影响到 所以我最近挫折感比较重 那如果说各位 所以真的很关心我的话 就多买一点点我的写真本吧 让我的荷包满一点 可能我的心灵也会跟着 不会那么空虚啊 那今天就给各位 请你到这边 非常记得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